今天記者會最主要是要來回應 馬總統在校所召開的這一個記者會 以及這幾天所衍生的有關 我們參與WHO在WHO內部的公文文件內 被矮化為中國臺灣省的相關的整個來龍序幕 跟政府應該要採取怎麼樣的立場相關的因應 在我右手邊的是我們民進黨的外交事務顧問 陳仲信 陳署長 那我左手邊的是我們的高英茂高次長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請他就這個部分 來表達我們的一些看法 那我先請這個陳署長來發表他的意見 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個這一次的那個WHO的這個公文這個密函 是可以講說是過去40年來從1971年 台灣被趕出WHO所謂WHA25.1的這個決議文裡面 這個最嚴重對台灣的那個WHO的地位 最嚴重的一次 所以這也難怪馬英九今天會出來開記者會 有總統親自來開記者會 為什麼因為這是被法治化 法治化就是說過去兩年去參加那個WHO的會議 一般來講都是個別被邀請 也就是沒有法言的根據 那麼今年要去參加就有一個法言 這個法言就是去年9月 2010年9月的那個IHR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台灣要參加WHO 要根據要做怎麼去做 那就是要follow這個台灣 Province of China 台灣是中國的IHR的方式去做 所以這個是去年9月2011年所發的這個 這個嚴重性 第二個為什麼在去年2010年 這麼急的要來把這個法治化呢 我的分析 因為明年這個 陳宏富珍女士 這個他要想競選連任 那麼在中國當時可能想要去爭取這個IMF 這個IMF你們知道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那個主席 但是我們的猜測是 那個因為這個陳宏富珍女士 比較容易被中國控制 他是中國人 所以在他要離開之前 先把他的這個WHA的那個會議 WHO裡面的台灣的定位 先把他法治化 以後誰來當這個WHO的那個秘書長 對中國都沒有什麼影響了 那在這個時候他為什麼趕在這個 去年9月以後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個 第三點 那個過去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每次有參加那個技術 技術性的會議 或者正式的會議 我們的那個專家學者都會被 掛以台灣 common China 或者甚至在WHO的會議中間 都把台灣common China 這個放在上面 我們每次都抗議 我甚至在2006年 我還要審旅行 我當時還是立法委員 我甚至還要那個申旅行 帶我去見那個 所謂的legal council legal council是他們的法律顧問 去直接當面跟他抗議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向是要有尊嚴 有意義的參與 也要透明於公開 在對等的之下 我們去做這個 這個參與 這個活著 參與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這是我今天簡單 先講這幾點就好 好 那個 接下來我請這個 我們高衛茂 高大使來跟各位來做說明 那麼過去 民進黨 執政的這個 八年期間 我們總堅持一個大原則 就是國家的尊嚴 不准流失 國際社會應該要尊重 我們2300萬人民的 基本的權利 那麼這個怎麼做法 我們就是要強調 在國際社會上 要按照國際的遊戲規則 國際的規範 來爭取我們的權利 我們也非常了解 這個中共的打壓 中共很多場合 也發動一種軟式的攻勢 來說我們只要接受 某一些條件 那麼台灣就應該有 這個國際活動空間 但是對這種中共的 笑臉攻勢 我們的拒絕 因為這個牽涉到 我們主權的問題 牽涉到我們台灣 有沒有尊嚴 有沒有意義參與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堅持 要透過國際的規範 來爭取我們的參與 那麼這個實際上 非常的困難 但是我們也得到了一些成果 比如說多年來的努力 我們WTO 我們可以真正的平起平坐 真正以會員的身份 來參與 沒有任何功能上的歧視 當然我們一直還在 受這個中共的壓力 那麼在這個 APEC 就是亞太亞經濟合作 這個論壇裡邊 我們也是以這個平等的地位來參加 當然我們也受了某些限制 比如說我們的元首不能參加 或者我們非常高層的官員 沒有辦法參加 所以這個是在困境當中 我們想盡的辦法 但是基本點就是 我們要透過國際遊戲規則 跟規範來參與 那麼今天這個WHO的參與模式 這個看起來是另外一個模式 那麼我要強調 這個叫做兩岸模式 就是一切我們的參與 要透過北京的首肯 中國的首肯 在北京的同意之下 安排之下 我們來參與 那麼WHO的這個情況 就是最明顯的 他一定要把這個台灣定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把台灣這個定位為 這個只能每年一個禮拜的 這個WHOA的參與 那麼WHOA老實講 我也覺得這個很 這個看那個尊嚴 從尊嚴的角度來看 很可憐 老實講這個 這個上千人的這個座位裡邊 是坐在最後最後 然後呢 這個也給你幾分鐘的這個發言的機會 那麼至於辯論 或者是有些政治性的 或者基數性的這個參與 我們都沒有辦法 那麼這個是不是真的是平起平坐的參與 當然形式上我們用Chinese Taipei的名義 但是這個WHO的官員的定位 是中國的一省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兩岸化的參與模式 真的是對台灣將來最大的一個挑戰 經過昨天一番的折騰 那衛生署外交部有一些次長 或者是說新聞局長說要去表達抗議 那沈理巡次長說這個連門都沒有怎麼抗議 那馬英九政府總統府的發言人 第一時間出來要民進黨要反省自己 到今天馬英九總統 這個做了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反差的動作 出來嚴正抗議中共 那這個當然是經過馬政府的一個危機處理 但是我們認為說類似這種外交事務 尤其有關國家主權這個部分 馬英九總統在他就任總統那一天開始 就應該要堅持台灣的主權 你假如從這件事情 不是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 透過我們關心我們台灣 跟國際相關事務的有人提供這些資料 這件事情怎麼會爆發呢 那假如這件事情沒有民進黨的立委揭發 馬英九總統會出來道歉嗎 那從馬總統在去年得到訊息到現在 有將近半年以上的這個時間 難道馬總統在睡覺嗎 還是昨天又看了自由時報 看報才知道 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呢 這個代表說一個總統 他當他在心中沒有主權的時候 那當然 他也認為這件事其實沒什麼大不了 所以今天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完全是馬總統在政治上 在因為這件事情引起台灣社會相當大的反彈 所做的一個損害控管 選舉操作而已 所以在這邊我們也沒有辦法真的相信說 馬總統是不是能夠做的跟他講的一樣 還是說說而已 怎麼去抗議呢 那馬總統昨天也特別提到說 這個我們跟其他跟中國啊 因為大家都叫我們minister 都叫我們部長 所以跟其他國家我們都是平起平坐 我們在這邊要告訴馬總統 你又錯啦 我們怎麼跟中國平起平坐呢 在WHA的大會 我們充其量還是一次性的觀察員 而且還是坐在後面 中國是常任理事國 他們是坐在WHA大會的 會員國的席次上面 所以這個在我們的地位上 我們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那第二點我要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這個2009年4月的時候 國安會秘書長蘇琪曾經接受媒體的專訪 也特別提到說 這個他當時到香港布局一年 從2008年5月馬總統就職之前 到2009年布局一年 那跟中國相關的這個人士來商談 台灣怎麼加入WHA的這件事情 那也就有2009年這個 葉金川署長在5月參加WHA 那當然就馬政府而言 這個部分應該是屬於他們所謂的 台灣交友案站的部分 但是呢我們是強烈懷疑說 書記秘書長 這個透過私人的這個管道 或者是說有所謂的這個秘密管道 跟中國當局達成的協議 到底當時談了什麼內容 是不是當時就已經談妥說 2010年我們在WHA所看到的相關的這個 中國台灣省的這個問題的程序安排 當時就已經談妥 那談妥的內容到底是說 我們就接受中國台灣省這個內部公文 或者是跟其他會員國之間往來的相關安排 還是說知道說中國台灣省這個安排 但是台灣不表示抗議 所以我們強烈懷疑當時書記秘書長 跟中國的這種所謂的這個秘密管道 或者所謂的這種魔鬼交易裡面 所暗藏的這個細節裡面 就隱藏出賣台灣的主權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強烈要求 馬總統跟書記秘書長 必須向國人說明清楚 是不是這個2010年 這個有關台灣跟WHO相關公文之間的往來 相關的這些規定 就是書記當時談定的跟中國交易的內容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求總統府必須來說明清楚 那第三點我要跟各位報告 2005年中國跟WHO 簽訂所謂的秘密的MOU這個部分 當然對於我們有關參加專家會議或者是WHO相關活動 他做了一些限制 但是你比照啊 2010年這個相關的這個安排的這個四項管委員揭發的這個部分 你去對照他的條文 假如2005年對台灣而言是一個井窟咒 那2010年的這個安排 這個是中國布下天羅帝王 將整個台灣在WHO參與的空間 完全掌握在中國的操控之下 換句話說你包括公文的往來 資料的宣布 或者是說有關跟WHO進行相關的這個會議啊 都完全要經過中國同意 所以撇開名稱名分不談 光談整個協議的內容 就內容實質而言 這個內容是對台灣的主權傷害 對台灣整個醫療人權的維護 這個是相當嚴重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部分到目前為止 馬英九政府還來不及看說到底這個協議的內容 到底寫了哪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的衛生署 我們的外交部跟我們的總統府啊 這個部分必須要趕快來做處理 你這個部分 假如沒有給國人一個很清楚的一個交代 那這個比2005年的MOM更嚴重的這個部分啊 這個恐怕對我們的醫療人權 這個傷害更大 所以我在這邊 很語重心長的跟各位來報告說 我們民進黨的一個基本立場 來 當中他說這個 所謂要爭取主權 或者是捍衛主權 並不是用口號來麻醉人民 他甚至來說就是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就是在外交事務上面 就是方朝國數字一再減少 然後簽證的這個數字也沒有增加 他用了這樣的一個方式來 對就是等於是把這個議題 焦點轉到民進黨這邊來 您對他這樣的一段發言有什麼樣的意義 這為什麼會讓台灣拿到這個免簽證 這個是馬英九總統的努力嗎 我不敢說這個是民進黨的功勞 這個我真的不敢這樣講 但是不要這個外交的事務是 這個是延續性的 沒有藍綠的這個問題 但是把這些都攬為自己的功勞 往自己臉上貼金 然後吹噓自己的這個外交努力 然後這個讓整個國際事務兩岸化 各自台灣的國際生存攻堅造成嚴重的緊縮 然後還在批評在野黨怎麼麻痺不麻痺 馬總統三年來到今天才講這些話 他才麻痺了三年 現在才回到職業行為 麗 boa 感谢观看